编曲 王 Preston 我不属于这世界 不愿为醉它作傀儡 我不为自己只为你而活 夜我有你在我里面 黑暗它无法让我胆怯 有你我冲过蓝天被刺激超越 我被造是为要敬拜你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全心全意为你燃烧的心 只能为你施奉你 我被造是为要敬拜你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用我决心以我确认 我一生要赞美你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借我你的手好不好 来 我来到这里拍一三拍 我不属于这世界 不愿为醉它做傀儡 no no 我不为自己只为你而活 夜我有你在我里面 黑暗它无法让我胆怯 有你我冲过蓝天被刺激超越 我被造是为要敬拜你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全心全意为你燃烧的心 只能为你施奉你 我被造是为要敬拜你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你用我全心以我确认 我一生要赞美你 全心全意为你燃烧的心 我活着为要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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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心全意为你燃烧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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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活着为你燃烧的心 你是誠心 為我主宰 我一生要讚賠你 有時候我們唱完他們就馬上停了 我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這個地方 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 其實這個地方跟我也有很大的關係 其實剛才牧師說得對 其實有一段期間我是在MOMIN MOMIN MPP那邊當警察的 所以我當時在這邊是常常混 所以我今天我剛剛還在看說 有沒有我熟悉的臉孔 這代表不是好事 因為可能被我抓過的那種 但是所以那個招待員 如果待會兒突然間我講話講到一半 有人衝上來的話 請你趕快幫我來擋刀擋箭 應該是被我抓過的 我來自個潮州西班家族 這邊有丟九人嗎 丟九人 哎呦 共同家族人 真的真的 因為我從小就跟著爸爸媽媽那個跑江湖 那爸爸媽媽呢 爸爸是在小時候時候 因為她我的奶奶很早就過世 那就把我的爸爸送去西班 你可以播那個片段 把我爸爸送去西班 那媽媽呢 媽媽是因為有一天 因為以前不像現在有那麼多電影戲院嘛 電影不多 都是拜神那種潮州戲劇班很多 媽媽是有一天在上學的途中呢 就經過一個西班 就看到台上有一個英俊的男生 媽媽就決定把書包丟了 然後不讀書了就加入西班 為了追這個男生 那這個男生就是我爸 那其實在我爸跟我媽的關係裡面 其實是我媽愛我爸的比較多 是我媽追我爸的 這真的 那種畏情有種嗎 那我媽媽來自一個挺不錯的家族 我的外公他以前是做生意的 那小時候呢 就跟著爸爸媽媽在江湖 就是在西班裡面 就是我老爸 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他們覺得說 把這些很壞的小朋友 送到西班的時候呢 他們就可能會被培訓啊 被教養啊 被教導 所以呢爸爸因為很皮 就被送去西班 媽媽就因為看上我爸 其實我爸還挺帥的 然後呢就跟著我爸去西班了 那我記得小時候 從小就跟著爸爸媽媽跑江湖嘛 因為以前就像不只在新加坡有廟 所以呢我們都是初一十五都會演 或者哪一個神明啦 他們生日啦 他們就會有一種就是有西班在表演 那小時候就跟爸爸媽媽常常跑來跑去 甚至到馬來西亞啊 還有到泰國 我們有點像遊牧民族 你懂嗎 就是你這邊演完之後 又跑去另外一個地方演 所以其實我們當時 是住在那大巴堯的一個一房市 那一房市就是只有 就是房間跟客廳跟廚房 都是在一起的 都是一塊的 以前那這種屋子呢 是很窮的人住的 但是現在這種屋子呢 是很有錢的人住的 他們叫做Studio Apartment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個事態變了 就好像褲子 現在越破越貴 有沒有 道理是一樣的 所以小時候就跟爸爸媽媽跑 那在戲班裡面呢 有一個奇妙的事情就是 其實小時候 戲班大概每一天大概只演兩場 或者有時候三場 那其他的時間他們做什麼 那演戲只是演一個小時嘛 那其他時間他們做什麼 他們就是打排酒啦 抽鴉片啦 吸白粉 那我的小時候就看到很多叔叔 他們就會在戲班上面 躺在地上呢 就是抽鴉片 那你看我爸的那個龍 從小時候就看到叔叔們 就是抽鴉片 我還幫他們弄一些鴉片等等 那爸爸在我七歲的時候 在我七歲的時候呢 就犯上了毒癮 就是吸白粉 那當時我七歲 當時我有一個妹妹 小我一歲 那在戲班裡面說真的不容易 因為他們每天只演怎麼樣 他們每天只演兩場 然後每天的薪水呢 大概二十塊 十八到二十塊 那是已經 大概已經是四十年 四十多年前左右 四十多年前左右 所以當時大概就是 一個人我媽媽二十 或者我爸爸二十 大概一天就有四十嘛 可是我爸爸呢 就是 以前的白粉 現在我還不知道 現在它就那麼短 那麼小 就二十塊了 就二十塊了 OK 所以媽媽就很煩嘛 但是爸爸呢 就當時因為吸白粉之後呢 就被抓去坐牢 被抓去坐牢 那當時我有一個妹妹 那爸爸呢 後來進去裡面出來呢 我多了一個弟弟 後來爸爸又進去裡面 又出來 我又多了一個妹妹 所以我爸爸是出來繁殖 然後再進去裡面度假 所以辛苦的是我媽媽 我媽媽一個人 要帶帶我們四個小朋友 所以小時候我就很 這個時候大哥 我是做大哥的 小時候呢 我就得照顧我的弟妹 我就照顧我的弟妹 那我常常在家裡 會炒菜啊煮飯 而且我常常炒菜煮飯呢 是我弟妹都會把它吃光的 為什麼 因為我的白飯呢 我會加白糖 我炒菜我會加白糖 我炒肉我會加白糖 因為我只懂這樣煮啊 因為我喜歡甜啊 所以呢我只會這樣煮飯 所以小時候就是跟著弟妹 這樣跑來跑去照顧媽媽 而且我妹妹 我最小妹妹的名字 是我娶的 不是我爸娶的 我弟弟妹妹去醫院生孩子呢 我媽媽去生孩子 不是我弟弟妹妹 我媽媽去生孩子的時候呢 生我弟弟妹妹的時候呢 是我送他們去醫院 送我媽媽去醫院 然後媽媽回來 幫媽媽做月子 所以我小時候呢 就已經除了當哥哥 還當了爸爸 我還記得大概四五年前吧 我的弟弟就寫了一封 在聖誕節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我 他就很感謝說 哥謝謝你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做了爸爸的角色 所以呢 小時候就是做這種東西嘛 但小時候又很自卑 因為家裡很窮 媽媽一個人要工作 就照顧我們四個人 那小時候就照顧 而且 可是我的衣服啊 我的衣服呢 從來都不是新的 我們一年只買一件新衣服 就是農曆新年的時候 為了討一個好兆頭 不然的話 其他之間我們都沒錢的 那我的玩具 我永遠不忘記 我的玩具呢 都是別人不要的 我的超人 我的超人 Superman 是沒有頭的 對 所以我就拿一個 你不會覺得有點像 我的玩具就是沒有頭啊 沒有腳啊 沒有手 你看個小朋友在那邊 玩那個沒頭沒腳的玩具 你會覺得有點像鬼系這樣 有沒有 很詭異 所以小時候就是那樣啊 就活在那種很自卑 就是沒錢的狀態裡面 人知道小事 我記得 因為爸爸當時坐牢 他不只是一次坐牢 他是開始坐牢 他進去裡面 出來 進去裡面 而且爸爸沒變 而且 因為他去坐牢之後呢 我家的 他的朋友 就越來越多 那讓我解釋為什麼 爸爸還沒有進去坐牢之前 他第一次 開始吸白粉 他的供應商 大概只有一兩位 欸 有沒有白粉 有沒有白粉 可是到了進去裡面 坐牢出來之後呢 他就有五十個供應商 因為裡面認識很多朋友嘛 大家都會跟他講 喔 你跟著著著著著著 所以我爸爸 不只是 供應商越來越多 而後來他的 每天都會帶很多朋友 來我們家吸白粉 所以小時候呢 我跟弟妹 坐在電視面前 就是看電視 可是呢 爸爸呢 他們就在一旁 擠在那邊呢 就在吸白粉 所以我覺得 以前我不只是抽二手煙 我還抽二手白粉 那更誇張的就是 我還記得 因為 我剛才說的 那個白粉很貴 這樣短短一條 那個吸管 短短一條呢 就怎麼樣 它就二十塊 那爸爸覺得說太貴了 他就跟供應商怎麼樣 拿了一整塊 因為白粉其實是有點 一整塊的粉狀 所以你要在家裡把它磨成粉 OK 所以呢 小時候我就在家裡 幫忙爸爸磨白粉 磨完白粉 不只磨白粉 還怎麼樣 還幫他去孕毒 為什麼呢 因為他覺得說 警察不會懷疑小朋友或者女人 所以每次有人 有人打電話給我爸和我媽的時候 就是 他就會 叫我和我妹妹啦 還有我的媽媽 把這個白粉送給別人 所以我從小 我很小就孕毒了 我很小就孕毒了 這不是很厲害 那到了小四呢 我記得 因為常常要去監獄看爸爸 因為在新加坡 我們每兩個禮拜 看爸爸一次 看那個在監獄一次嘛 去看一次 每一次呢 你 因為去看爸爸 你就要旷課 對不對 那你以前沒有MC這種東西啊 你跟老師 哦 老師頭痛頭痛 連下個兩個禮拜後 肚子痛肚子痛 兩個禮拜後又頭痛 可是老師就有一天說 莫名其妙的這傢伙 每兩個禮拜病一次 所以有一天 老師就很氣 就跟我說 陳主任你跟我起來 你跟我坐過來 所以我永遠不會忘記 當時我們班上 大概有三十多個學生 然後老師就把我叫到前面來 叫到前面來的過程裡面呢 他就跟我走過來說 好 老師跟我講 你為什麼又沒來上課 昨天為什麼又沒來上課 完了完了 你頭痛肚子痛 每個月都這樣 老師不會信你 對不對 他不信了嘛 那怎麼做呢 那我就 就很小聲說 老師 我去監獄看我爸爸 哦 你去監獄看你爸 我這個老師呢 他是學校的籃球教練 我永遠不會忘記他 Mr.張老師 張君 張君翰老師 我也忘記的記得他 他 因為他 他很大聲嘛 打從那時開始 我再也沒有朋友了 我再也沒有朋友問完了 因為 以前的小朋友呢 或者媽媽 爸爸媽媽知道說 哦 這個人的爸爸是坐牢的 他們都說不要跟他玩 不要跟他玩 他爸爸是坐牢的 以前是這樣的 不像現在大家比較寬容 比較有愛心 以前都是哇 你這個人 你怎麼樣這樣坐牢的 就奪你 有沒有 就因為這個緣故 就跟這個緣故 我突然間 第一天呢 我全班同學知道 第二天 整個學校都知道 我爸是坐牢的 哇 打從那時開始 基本上 越來越沒有朋友了 真的沒有朋友了 所以那時 我就很氣啊 說好啊 你們這些人看不起我 對不對 沒關係 你看不起我 我就跟你 好啊 我就跟你打架 所以我小時候就常常會打架 我小時候就常常上台了 我常常上台不是因為唱歌 常常上台真的是因為 在學校禮堂的時候 校長把你叫出來 然後你就是一個桌子 然後屁股要面對著那個學生們 然後校長就會編屁股 現在沒有對不對 現在還有嗎 沒有對不對 現在誰敢碰你的女兒一個寒毛 那個老師靠長就死得很難看 有沒有 沒有人敢動的 OK 但是我想跟 弟兄姐妹講說 其實有時候 痛 有時候還是要被罰的 小朋友還是要被處罰 這是事實 OK so anyway 我不是叫你編啦 我不是叫你編 我說我們要管教 我說這個錯的 我兩個女兒呢 我兩個女兒從小他們犯錯呢 他們是說要坐在那個 就是坐在那邊要想 你為什麼做錯事 即便他們三歲四歲 他們哭啊不理解 他只要一做錯事情 刻意做錯事情 我們就把他包在那個椅子上面說 你要坐在那邊想你做錯什麼東西 當然我們會以後來解釋給他聽 那我現在感恩 我兩個女兒現在在教會 都很活躍 我兩個女兒 我大女兒現在二十四歲 我的小女兒是二十一歲 我今年 我這個十月份就五十三歲了 所以 我過了半個世紀了 那小時候就常在學校打架 都沒有人 就是朋友很少 可是我打架 從來沒有輸過的 從來不輸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我跟妳講的秘訣喔 如果妳要打架 那些還在讀書的 妳就當作沒聽見 不要跟你媽媽說是我教的 如果妳要打架 不輸的話 聽清楚喔 妳只要 聽啊 妳只要打女生 對 如果你打女生呢 妳通常是不會輸的 因為她不敢反手 她只會 她不會還手 她只會哭啊 然後就跑掉了 所以呢 所以小時候我常打架 常常贏 但是呢 因為這個緣故呢 朋友當然越來越少 而且小事 你知道我多難過嗎 小時候 你看到我有一些朋友 他們就 就是有女朋友 小事耶 有女朋友 那妳想想 小事 沒有女朋友 有多痛苦 妳知道嗎 看到大家 哇 有女朋友 妳就覺得 我怎麼可以沒有女朋友呢 所以當時 我的自卑心很重 很自卑 因為家裡爸爸又吸毒啦 坐牢啦 然後朋友 朋友越來越少啦 在學校又出名打架啦 我老師常常就說 妳一定會跟妳爸一樣 所以那時呢 我小時候因為自卑的緣故 衣服都是別人不要的 玩具都是別人不要的 小事開始 我就已經開始有那種 要自殺的衝動 小事後 小事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是住五樓 五層樓 我有想過要跳樓 但是我怕高 我想割脈 因為電視機都是割脈嘛 那我又怕痛 那我想說 不然我去跳河 可是我又會游泳 所以發現說 原來神不讓我死 是有原因的 因為爸爸都是坐牢的 所以其實我跟爸爸的關係很糟糕 很糟糕 那小事的時候呢 就沒有女朋友 沒有人喜歡 直到後來 感謝主 後來在教會 就認識了我太太 我現在的太太 那我想 接下來跟大家分享一首歌 這首歌呢 說的就是 真愛呢 是要等待的 因為小時候的我 自卑的我 因為沒有女朋友的時候 後來 後來有機會 開始 開始 中醫的時候 我永遠不會忘記 中醫的時候呢 我就 很多女朋友 因為 只要哪個女生說 欸 還挺喜歡你的 OK啦 我們做男女朋友 所以我太太說 我太太每次叫我偉小寶 對 她覺得說我女朋友很多 但其實沒有 我只交往一個 我真的只交往一個 其他的就是 哎呀 反正就是沒事情做 就手牽手罢了 所以呢 真愛是要等待的 所以這個時候 跟大家分享這首歌叫做 等你合唱小情歌 嗯 哼哼 嗯 常幻想到遇见一个女孩 牵她的手坐飞船游四海 突然梦醒来只好继续等待 不知哪天你会到来只能等待 指尖窗外有男孩和女孩 牵着双手眼睛闪烁可爱 爱我的她祝你何时才安排 望着天空我忍期待我愿等待 突然一天我们开始有话题 送你回家坚持要爬楼梯 傻笑人帅气是上帝的印记 我心最在乎就是你 我们相爱天赋最美安排 祝你让黑白世界有了色彩 为你弄着小情歌 她也爱唱歌 我们最美的祝贺 我们相爱天赋赐给的爱 遇见你是我一生最精彩 陌生的心越靠近 爱人生更熟悉 爱你不只是你美丽 我愿意 从今天起我们开始有话题 回家的路手挽手等电梯 吵架不通意和你认识美丽 一切绚丽眼睛里只有你 我们相爱 我们相爱祝你最美安排 你让黑白世界从此有色彩 为你哼着小情歌 她也爱唱歌 世上最美的祝贺 我们相爱天赋赐给了爱 你是我一生最美的精彩 爱情的心越靠近 爱人生更清晰 爱你不只是你美丽 神爱了你 我们相爱祝你最美安排 你让黑白世界从此有色彩 为你哼着小情歌 你也爱唱歌 这辈子最美的祝贺 我们相爱天赋赐给的爱 一生最爱你没人能取代 爱你的心越靠近 爱人生更甜蜜 爱你不只是你美丽 爱你的心 神爱着你 我给你我的心 爱本来就是从神而来 Amen 那其实真正的爱情呢 是要建立在神里面 因为神就是爱的源头 那我在16岁的时候呢 就当然不是16岁 应该说我在去了中学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 把它拿掉 我再去了中学之后 当时因为很自卑嘛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基督徒 我记得他就说 欸Man走啦 我们去教会吧 因为教会 因为我这个朋友呢 因为我从华校 我是个华校生 那我这个朋友很会讲英语 那我就想说 哇 因为当时大概30多年前 你能够讲英语的话 代表说你是有文化的 你能够讲英语的咧 讲英语真的可以的 对不 所以我就想说 好 反正我的中文 我的英文很烂 那我就去跟他一起去教会 所以我当时去教会呢 真的只是为了学英语 Alright 而且让我最开心的 就是去教会呢 都有很可爱的妹妹在教会 而且我到现在为止 我还记得我的初恋情人 每次在教会聚完会之后呢 我都会有主日学 那主日学呢 我就有机会坐在这个 我永远不会忘记喔 长头发 戴着眼镜 超级无敌可爱的小妹妹 我就这样跟她坐了一年 坐在旁边 哇很开心 但是我去了教会一年呢 我却从来没有信耶稣 我当时去教会 真的只是为了泡妹妹 你要理解 在我的背景里面 我爸爸妈妈她的朋友们 都是那些江湖人 西班啊 你看我爸都是又龙又凤的 我不喜欢跟我爸出门 真的 你有没有发现到说 那些有刺青的人 无论天气有多冷 他就是可以穿短袖跟短裤 有没有 天气冷到 淋淋就PT了 他就说不冷 去到云顶 他就穿短裤穿长袖 让人家看到他身上很多刺青 所以我爸就是那种人 就是哇 就是每次跟他出门 他就穿短裤穿短袖 所以我不喜欢跟我爸出门的 我觉得很 哇跟这个 除了 除了一件事情 我只喜欢跟我爸爸去游泳 不是因为我爸很会游泳 不是 原因是这样的 新加坡很热 对不对 以前游泳池很少 所以你只要去游泳池的话 游泳池很多人 你看不到汤底的 都是馄饨 一大堆肉 你完全看不到汤底的 那 就跟我爸去游泳的时候呢 我他 我们去下面 哇 挤了 我跟你说 我爸一直去到游泳池旁边 衣服一脱 一跳进水里面 全部 闪到完 哇 我就可以开始游得通畅无阻 这是唯一跟我爸出门的好处 但是我跟我爸的关系就是很糟糕 我在16岁信主之后呢 我去教会 回到这边 我当时去教会一年我完全不信耶稣 知道有一天晚上 我们去了一个教会的营会 去了教会的营会 我知道那天晚上 那个讲员就说 好不好 今天我要把你们 我要你们把你们生命里面 三件最宝贵的东西 献上给上帝 那我说 这很容易啊 刚好我身上有蓝笔 红笔 黑笔 我就神说 这三只笔 那我献上给你吧 因为就跟我们 跟我妈妈一样 就是每次初一十五 他拜神的时候啊 他就是把 就是把很多 买很多水果 献上给他们的神 然后呢 到最后还是我吃嘛 或者我们弟妹吃 所以小时候我就会说 对啊 反正给神 反正收给嘛 很容易嘛 对吗 那我就说 好啊 给咯 后来我就看旁边那个人 他写什么 他的生命 他的未来 我说 哇 这个人有病啊 我信耶稣信到这样 我信 我拜 我以前信我拜一拜的时候 我都没有这样 我只知道说 我要很忠心的 买每初一十五 要拜就对了 但是呢 什么把生命现在给神 是我没听过的 OK 更夸张 后来看到旁边那个人 他就说什么 我要把我的未来 我的事业 我的父母 我说 你有病啊你 你把父母献上给神 那什么意思 神啊 这是我父母 我不要了 你拿去吧 所以我就当时觉得 哇 这些基督徒很奇怪 很奇怪 我妈妈常跟我说 你要信耶稣可以 但是呢 你不能够迷信 那让我给你解释什么叫迷信 迷信 迷信就是这样 每当农历七月的时候 每次农历七月 尤其是农历七月的时候 我记得小时候 我妈妈常常跟我说 以前的路灯很少 我妈妈常常跟我说 如果你走在夜间的时候 晚上走路的时候 如果地方太暗的话 你走路的时候 你一定要这样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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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常常跟我这样讲 所以小时候 只要跑到什么暗处 我们就会 反正就是阿相 小时候就这样了 所以我就想说 妈 我感觉你比我还要迷信 你比我还要迷信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跟神说 神 我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些人 可以把他们的生命献上给你 可是这些人 他们都是大哥哥 大姐姐 大学 工作 社会上的那些 很有教养 反正就是很有知识的人物 我这种读中学 所以一定 这个上帝一定有 something 很特别 是我不知道的 所以我记得 我去了教会一年之后呢 我那一年 我才开始 我那天晚上 我跟神说 神 我把我的生命献上给你 我从来不明白 为什么这些人 可以那么迷信 但我今天我要尝试 信耶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OK 好 那我记得 我那天晚上就信耶稣了 大概信了耶稣的 两三个礼拜后 应该说一个多月后 我有点后悔了 我觉得我被基督徒骗了 基督徒跟我说 信耶稣 你呢 你的信了耶稣之后呢 你的生命就会风平浪静 你的生活就好像 每天坐在花园一样 听鸟唱歌 数蝴蝶 数你的头 因为没有 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发现 做基督徒很不容易 原来不能骂脏话 不能够再打女生 不能够偷东西 我以前常常去偷东西 也没被抓过的 我真的 OK 我以前有常常去偷 以前有一个 Dobai有一个地方 叫做Emporium 刚才点头的 跟我年纪差不多一样 就常去偷东西 没有被抓过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发现到说 原来我不能够 做这些东西 而且生命没有风平浪静 我的爸爸还在吸毒 我的爸爸还在吸毒 后来 在我20岁的 19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新加坡警察部队 所以有一段期间 我是在Emporium的 那做警察那六年 我抓了我爸爸三次 因为爸爸吸毒 那没办法 因为我从前面的两年的巡逻 到后面十年 我是做刑警的 你知道吗 到一种地步就是 我做刑警的时候 我不敢住在家里 因为我很怕 我的父亲有一天会偷我的枪 因为我们做刑警 是有配枪的 是配枪回家的 我当时真的很怕 我的爸爸会偷了我的枪 我就事情大掉 对吗 所以我不敢住在家里 所以跟我爸爸的关系 就是那么忐忑 就是又爱也又恨 但是其实 后来发现到恨得比较多 2006年的时候 我在新西兰 纽西兰 在录我的第二张专辑 我记得那一天晚上 星期六晚上 我突然间收到我太太的电话 我抓到我爸爸几次了嘛 但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就很差 我之前那天我太太打电话给我说 Man 爸过世了 我很shock 因为我爸挺健壮的 他很fit 除了白头发的 他很fit 但我只想说 爸怎么会过世 原来爸爸在家吸美自杀 我爸爸在家里吸美自杀 我很shock 因为我爸爸是那种 男子汉 流血 不流泪那种人 又有龙 又有凤的 对他来说 这种什么自杀 原来不会的 那后来才知道 原来我爸爸 因为那段期间 新加坡政府 introduce一个 就是介绍了一个新的药物 帮助那些吸毒者 能够戒掉他们的瘾 这个药物叫做subotex 我永远不忘记 叫subotex 那这个药物呢 后来就是用了一两年之后 才发生 它的副作用就是 它会产生忧郁症 它会促进身体的 那个chemical的变化 直到你开始有忧郁 那我跟你讲 吸毒人呢 你给他 你给他解药 他就是有办法 把它弄成个毒药 不知道谁 加了我爸爸 把那个subotex mix 就是跟那个 安眠药 参在一起 然后呢 打针 这因为这样 我爸爸就开始 产生忧郁症 但是这我也不知道的 知道那一年 他自杀之后呢 我才知道 其实我爸自杀之后 我整个人跌入低谷 因为我记得 我那一晚 我在新西兰 那是星期六晚上 约西兰 星期天是 没有公司上班的 所以我飞不了 我知道我那一天 我整个人是瘫痪在家里 我出不了门 我在纽西兰的时候 我的朋友 看到我从 从晚上 就是哭到第二天 因为我当时 整个人睡了 我突然间发现到说 我没有机会 跟我爸爸传福音 我发现 我没有机会 跟我爸爸传福音 我记得那一天 回到家里 然后第二天 终于能够 飞回新加坡的时候 我整个 接下来的三年 整个人是在 鱼鱼镇里面的 整个人在鱼鱼镇里面 因为我觉得说 我其实当时 我怪神 我怪神说 神为什么你不给我机会 跟我爸传福音 因为当时 我已经去不同地方 传 把生命的希望 生命的盼望 传给大家 但是除了我父亲 但你知道吗 是到一年半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 不传福音的人 是我 不传福音的人是我 因为我常常觉得说 耶稣 你不要浪费你的宝血 在这个人的身上 我爸爸对我跟我妹妹的伤害 跟我们家人的伤害 是很深很深的 除了是吸毒的原因 除了家里常常有高利贷之外 我爸爸对我们的伤害非常深 甚至那种地步就是 我的弟妹对爸爸的恨 多过我 而且我们 我们要从那个恨的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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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景里面走出来 是很长的一段路 我记得 我记得那时 我跟神说 神我 我真的 你除了 当然除了 因为开始怪神嘛 但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做错事 都会先怪神 然后呢 才怪自己 我记得当时 我跟神说 神我再也不想 不想跟你说话 我不想祷告 我记得那一天 有一天晚上 我睡不着觉 我就开车 我开着车 当时下了大雨 那 下了大雨呢 我甚至有一度我放手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骂 我说神我很讨厌 我很气你 为什么没有给我机会 给我机会悔改 没有给我机会 去跟我爸出来 我说没有没有 我一直在怪 可是 当然没有回应嘛 我记得那天晚上 凌晨三四点吧 我开完车 我回到家里的时候 通常我太太睡觉呢 就好像拍木头一样 没有反应的 可是那天晚上 当我从外面进回来 我躺在床上的时候 她突然间转过头来说 你没事吧 你就没像鬼故事这样 来平常没有管你的 突然间转过来 你没事吧 我真的觉得 听一张鬼故事 所以那天晚上 我太太这样问的时候呢 我整个人崩溃了 我哭 她看到我哭到 我抽搐 到一种就是 你 know 就是 我的心 那个叫心跟肺嘛 就是已经痛到 我不能呼吸 你知道为什么 我会这样吗 因为那一年多的时候呢 我拒绝祷告 我拒绝看圣经 我跟神说 我根本不想 跟你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发现到说 当我今天把神 从我的生命 推出去的时候 我发现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不懂得 怎么走下去 从一个 一直以来 二十多年 有一个 住址的 依靠的一个神 到有一天 你把他推掉 就好像 今天 今天 我可以跟我太太吵玩架 我可以跟我太太吵架 我不会因为 跟我太太吵架 说原来我没有太太的 是有 只不过我不想 跟神说话 我当时 没有否定神 因为我这二十多年 我经历了神 可是我当时 是在弃神 我当时是在弃神 我跟神说 我根本 我不想再提到你 我不想跟你祷告 你可以帮我放那篇经文吗 耶利米苏 耶利米苏 第二十章第九节说 我若说 我不再提耶和华 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 我并心里觉得 似乎有烧着的火 必塞在我骨中 我就寒忍不住 不能自尽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真正恋爱过 当你曾经深爱过一个人 或被一个人深爱着的过后 你就会永远相信 爱是真的 你永远相信这个关系 其实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很容易地离开神呢 那是因为 我们没有真正地经历 跟神有那亲密的关系 我们没有 那一年 我整个人 我接下来三年 我走在忧郁症里面 忧郁里面 我记得三年之后 我又回到新新西兰 在安息休息嘛 我记得那一天 有个朋友跟我吃饭 我们从十点吃到六点 他就说 我们吃六点的时候 六个小时 我边跟他分享边哭 然后后来他讲了一句话 说主人你知道吗 我发现到说 当你在台上待敬拜 在台上的时候 我看到的是神的荣耀 当今天你生命 走在这低谷的时候呢 我看到的是神的手 在支撑着你 可以帮我放下一本经文吗 诗篇第139 诗篇139第7到第12集 是这样说的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躲避你的面 我若生到天上 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他 你也在哪里 我若展开青春的翅膀 飞到海极居住 诗篇 你还在哪里 你就在哪里 就是在那里 你的手必引导我 你的右手必腐蚀我 我若说黑暗必遮避我 我周围的亮光 必成为黑暗 但黑暗也不能够遮蔽我 使你不见 黑夜如同白昼发亮 黑暗和光明 在你看都是一样的 原来 原来这十几年 我的神 我的上帝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接下来 跟大家分享另外一首诗歌 你们都懂的 让我们 这首歌 然后这个时候我唱完之后 接下来 我唱完之后 你突然可以上来好不好 我唱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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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唱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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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过人们 心中一念思想 天地穷藏浅 你已存在 超越江山国渡 万国宝座 为过全地所见 所闻的 奥妙奇观 赋予天下 所有精英融化 你的爱始终无于伦地 你为我 生命受鞭伤 手心放 被钉在十架上 被辱骂 早众人见他 替代我醉 情愿破碎 还我回 生过一切权柄 世间君王 大国宇宙挽柔和所有被造物 高过人们 心中一念思想 你的冲藏浅 你已存在 超越江山国渡 万国宝座 美国全地所见 所闻的奥妙奇观 赋予天下 所有精英融化 其余天下 所有精英融化 被冰在十甲上 收心放 被冰在十甲上 被辱骂 早中人间他 替代我醉 情愿破碎 还我回 你为我 舍命收鞭上 收心放 被冰在十甲上 被辱骂 早中人间他 替代我醉 情愿破碎 还我回 被辱骂 早中人间他 替代我醉 情愿破碎 还我回 你为我回 敬拜团 好吧 这个时候因为时间的关系 让我们闭上眼睛好不好 在我起初之前主恩只想 有个短短的时间很快的 就是跟大家当我当中吧 其实我的生命里面我发现到说 除了我学会原谅我自己的父亲 我后来也在学习原谅我自己 因为我发现到说 我一直觉得我的生命里面 一直在攻击我自己的父亲 而且甚至不跟我父亲传福音 所以有一段期间 我带着很长的时间 我带着很愧疚的一个心里面 到我心里面 甚至我觉得说神已经撇弃了我 神撇弃了我 今天我第一次带了我生命里面的 《树林日记》 这是我从90年开始写到今天 我现在还有其他有几本 这太多了 我才发现到说原来这几十年 我的神是真的 我的神是又活又真的 当我带着怒气 带着怒气恨神恨人恨自己的时候 神说主恩我爱你 就在这里 都在这里 今天我想跟我们当中的基督徒 或许可能你的生命真的很风平浪静 甚至风平浪静到这种地步 就是有时候 跟神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了关系 你根本没有经历神 你知道吗 生命如果只是这样风平浪静的话 说真的 就跟死的没差 就会让我直白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有高山有低谷 有高山有低谷的时候 这证明什么 一你还活着 那第二呢 就是当你在生命最低谷的时候 你才能够抬头看山上那美丽的风景 当你在抬头 当你在低谷的时候 你才知道这个山有多高 当你生命最低谷的时候 你才知道你的神有多伟大 当你的生命太风平浪静 你不需要神的 让我直白 如果现在我生命风平浪静 我根本不需要上帝 就是因为我生命有低谷 我才知道说神 谢谢你 允许我能够走入低谷 我才懂得原来你是多么的真实 今天我想 首先跟我们当中的基督徒 如果你 这些日子里面 你跟神之间的关系 已经脱节很久 甚至已经失去了 对神有个渴慕的心 好吧 这个时候再闭上眼睛 闭上眼睛 好不好 闭上眼睛 这个时候你跟神说 神我渴慕 我渴慕再一次跟你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 主你就与我们同在 你就一直跟我在我里面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 说神啊 我渴慕能够跟你有亲密的关系 好不好 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 你说神 我想跟你有个亲密的关系 我不想我的生命 我只期待风平浪静 我期待的不是风平浪静 我期待的是要跟你有更亲密的关系 我看到了 还有吗 我看到了 你跟神离开 甚至已经没有那个亲密度 你说神我渴慕更多 我渴慕更多 有吗 还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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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放下了 然后很快 跟我们当中的第二批人 我们当中 你可能 其实 曾经你的生命里面做过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事情 直到你到今天为止 你无法原谅自己 甚至很多时候不敢抬头来看神 你带着一个羞愧 战战兢兢的那个态度来到神面前 可是神说 我爱你啊 你就是我的孩子 我可慕原谅你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当中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或许曾经做过一件 曾经做过一件或几件很糟糕的事情 直到你很多时候不敢靠近神 不敢抬起头来仰望神的话 好吧 这个时候当大家眼睛都闭上的时候 你跟举起手说 神啊 那个人就是我 我已经不敢面对你 不敢面对人 我一直过着非常黑暗 惭愧 愧疚的生命 很久很久 神求你帮助我 那个人如果是你的话 可能可以当眼睛都闭上的时候 你举起手 因为我想问你祷告 因为我就是那样的人 我就是那样的人 有吗 没有人 不管不要管旁边的人 跟他没有关系 是你跟神之间 最后 最后很快的 我们当中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 但是听到主人牧师说 他的生命可以那么高 一可以那么低 可是今天仍然带着盼望带着喜乐 为什么 因为他的力量来自于神 原来这个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他 这个神从来没有离开 如果今天你说 祖牧师我也想跟你一样 尝试 信耶稣究竟是什么滋味 好不好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 我也邀请你举起手 你说我想信耶稣 我想试一试 尝尝耶稣究竟是什么滋味 如果那个人是你的话 好不好我邀请你举起你的手 有吗 有吗 第一次的你说耶稣 我想邀请你进入到我的生命里面 做我的神 我的王 我的主宰 有吗 有吗 耶稣 好 这个时候我们都一起站起来好不好 我们都一起站起来 这个时候我们很快的要唱这首歌 然后呢 当我们开始唱的时候 因为时间的关系 对不起 是我过时了 超时了 当我们在唱这个过程里面 刚才那些有举起手 真的没有举起手的 但是你说 诶 祖牧师我想 我想有人为我祷告 甚至我想今天 要尝试信耶稣究竟是什么滋味 待会我们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很多人开始走出来 我们一起走出来好不好 那些如果今天你要信耶稣的话 刚才你没有举手 没关系 待会儿现在我们出来的时候呢 如果你要信耶稣的话 你可以拉到我的左边 就是你的右边 那待会儿就有人可以陪着你 帮助你理解 信耶稣究竟是什么回事好不好 我们来看这首唱这首歌